北方完全不设防 俄军取得意外进展 美媒警告 乌克兰别上当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战场形势巨变 俄军如入无人之境 为请中国出山 无高层击访赛铁 前几天 俄罗斯突然开启北部战线 对哈尔科夫发起了猛攻 对于俄罗斯在哈尔科夫方向的进攻 我之前的分析是 俄军这是为了牵制乌军 不让乌克兰把北部兵力调到东部战线进行支援 以便俄军在东部的顺利推进 但俄罗斯估计也没想到 哈尔科夫方向上的乌军居然如此拉垮 以至于俄军只花了短短几天时间 就取得了不亚于东部战线的巨大进展 乌克兰特种侦察部队指挥官丹尼斯·亚洛斯拉夫斯基表示 在哈尔科夫方向 乌克兰的第一道防线形同虚设 他们看到俄罗斯几乎是直接走进来的 如入无人之境 没有遇到任何雷区 也没有物军部队发起抵抗 虽然乌克兰官员一直说建造防御工事成本巨大 但现状是 所谓的防御工事压根就不存在 至少在哈尔科夫防线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这要么是疏忽 堵俄军不会从北方进攻 要么是腐败 建造防御工事的前 统统进了高层的腰包 据恶新社报道 俄军从5月10号起对哈尔科夫发起进攻 11号 俄军宣布已经控制了5个定居点 12号 俄军控制的定居点又新增4个 对于哈尔科夫地区的局势 BBC做了一个总结 在短短几天内 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取得了重大进展 而在乌东地区 俄罗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实现同样的目标 既然哈尔科夫这么好打 俄罗斯的战略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调整了 以哈尔科夫战线为主 也未必不可 还可以尝试在多个方向发动试探性进攻 哈尔科夫防线的情况在乌克兰绝对不是例外 估计乌克兰在很多地方建立的防线就是徒有其表的 非常脆弱 当然 站在泽伦斯基的角度 现在这个状况就非常棘手了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这个关键时刻 乌克兰第一夫人突然跑到了塞尔维亚 据塔斯社报道 5月12号 乌克兰第一夫人泽连斯卡亚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突然对塞尔维亚进行了访问 按照乌方说法 此次访问是为了改善两国关系 但问题是 塞尔维亚是名牌亲俄的欧洲国家 就算乌克兰去巴结人家 人家也不可能倒戈 更不可能为乌克兰提供什么帮助 所以我们也看到 乌克兰刚结见完库列巴 立刻就去找俄罗斯大使见了个面 什么意思 大家都懂 既然如此 泽连斯卡亚和库列巴访问塞尔维亚有什么目的呢 最大的可能 与前不久的中国高层访问塞尔维亚有关 毕竟就是前后脚的事情 而且这也是俄乌冲动爆发以来 乌克兰官员第一次访问塞尔维亚 明眼人都知道 这就是冲着中国来的 不排除目的是通过塞尔维亚这个与中国关系最好的欧洲国家 来请中国出山 让中国采取新一轮的俄乌斡旋行动 16号是普京访华的日子 泽连斯基走的塞尔维亚这步棋有没有用呢 我们看看普京的访华之旅 自然见分枭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尔维亚